麦德林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不仅影响到在中国的每个人 连远在天边的哥伦比亚也被波及 我后面是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 麦德林的市政府的一栋办公楼 两天前我叫老李来这办事 安检问他是哪的人 老李说是中国人 安检立刻警惕地问 你刚到哥伦比亚 老李说不是 我在哥伦比亚已经住了十年了 安检听了后才放松下来 对老李说 冠状病毒好吓人 运输在哥伦比亚已经发现几例了 其实整个南美洲到现在 一例新冠病毒肺炎都没有 为什么当地人看到中国人开始警惕呢 因为前几天哥伦比亚各大媒体都在报道 三位在哥伦比亚修高速公路的中国人 一月底从中国度假后回到哥伦比亚 其中一个人有一点发烧 三位中国人在医院检查后发现没有新冠肺炎 但需要继续隔离观察 有这样的头条新闻 有一小部分当地人难免会对中国人有一点防范 但大部分当地人对中国人还是很友好的 是想到疫苗的病毒到香港 當然 是,像一個病毒 當然,是很嚴重 當然,是很容易到疫苗 是一個疫苗的病毒 可能是可以得到治療 但是,你必須害怕 你怕得到接觸和中國人嗎? 當然,你怕得到中國人 沒有,你可能會有中國人 现在现在有些人变移动了 其他地方 所以我们不怕是 不仅是在一个人的 中国人 也不可能是 南美国人 在英国也有些人 我们没有任何危机 在我们的关系 好 我们怕我们是一个人 与人的病毒 所以是一件事,我们正在描述,但也不会有害怕,我们开始找选择 这次疫情对哥伦比亚的影响还包括当地药店的医用外科口罩 也都基本卖光了 我们去了多家药店,了解到医用外科口罩的确都卖光了 因为南美洲还没有发现冠状病毒,所以当地人都不戴口罩 这些外科口罩当然不是被当地人买走了 而是中国一个地方政府委托我们的朋友 因为在这定居的中国人收购 我们这两天也在帮这位朋友到处找外科口罩的货源 但已经很难找了,因为都已被我们的朋友全买光了 今天一架飞机转程从中国飞到哥伦比亚首都伯格达 把近两千万个口罩从伯格达运去中国 希望这两千万来自哥伦比亚的口罩能帮助中国 我们在哥伦比亚受到的一点点影响和大家在国内经历的疫情 与医疗物质短缺完全不是一个单词 希望我内的朋友注意清洁卫生,保持乐观 疫情一定会消失,大家的生活也一定会手上正轨 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我们在微博,抖音,油管等平台上的疫情都是杰西卡里索 所以我们把B站的疫情也改成了杰西卡里索 这样大家在所有的平台上都能用同样的疫情找到我们 不要因为改了,疫情 因为我们在士兰隙利的亘质